俄羅斯薩哈共和國首都雅庫茨克 是世界最冷的城市之一 平均最低溫為-40度C左右 有了這樣的天然條件 當地人乾脆蓋了一間四季長冰的冰雪酒吧 用冰凍的魚和冰冷的伏特加來款待遊客 讓人感受透清朗的酒吧氣氛 若是遊客們來到雅庫茨克這間地下酒吧 遭到冷落可是餘定的 但是這種冷招待可不是因為西伯利亞人缺乏熱情 真正的原因是這間酒吧位於冰天雪地的地下 2008年開幕的冰雪王國旅遊中心 帶給遊客們所有能零距離接觸嚴寒的機會 這裡的特色收藏是冰凍化石 大型冰雕以及精細的動物雕塑 除此之外 這裡的冰雪酒吧供應片狀冰凍魚以及酒精飲料 還盛裝在用冰所做成的小酒杯裡 真是透心涼 每逢寒冬西伯利亞都會遭受 嚴闊氣候的清洗 溫度可能會降至攝氏零下50度 雖然如此地下的溫度卻很穩定 通常會保持在攝氏零下10度 游客們從世外的刺骨寒風中 進入到冰凍大廷 在一片愉悅的氛圍下 欣賞著這難得的寧景 它是很溫暖的 但比在街上更溫暖的 我認為為了看來這裡 就要來這裡看來看看 西伯利亞的大片土地被冰雪覆蓋著 而這個冰雪酒吧正是利用天然環境 打造出獨一無二的特點